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先生 要不要到我们贵宾厅玩玩 我很老吗 你们家山叔还老 您是山叔的客人啊 您请稍等 我马上请山叔出来 请问您怎么撑啊 我跟大叔 老可以来找他 来 要马了 要马了 山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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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魁 老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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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当我是兄弟吧 到上来谈 也不允许先说一声 我好来激你啊 我要提前告诉你 你不能用拔台大脚抬我 拔台大脚算什么了啊 我得给你啊整一个车队 实际上大瓮池一次排开呢 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 来 里边行 慢着 坐好坐 我们要搜一下身 搜身 搜什么身啊 秒杖了个 能说的意思啊你们 国民革命军的大将军 别人能够弄的 是是是 小三 医生里的规矩还蛮严格的哦 小四老把冬子鸡 把冬子鸡 走走走走走 来 包子好了您二位慢用 谢谢啊 来 再吃一个 男人要多吃点 爱吃啊 再吃我就撑死了 最后一个 这最后一个我也吃不动 还是你战斗力强 这多好吃啊 我以前没吃过 我趟回去吃不到了 这上海啊 不止这一种小吃 小吃多着呢 月生年猫好吃的 有的是 还有啥 这个菜肉馄饨 是吧 蟹粉小龙 豆沙包 这都好吃啊 还有那么多好吃的呀 那这几天 你天天带我来吃 行不行 天天吃啊 看你表现吧 小 孝心 先把这个吃了 把这个吃了表现得好 明天带你去吃别的 我不吃了 我得留着肚子 明天吃别的 我来找你 有证实要跟你说 帮我找一个人 这个人是 青帮威武堂的 姓唐 原来在建国军当过连长 叫个唐 唐书兵 书府的书 文武兵的兵 我知道了 估计就是那个 中了枪伤的那个人啊 你怎么晓得呢 那以后 今天中午啊 黑白通缉一起下来的呀 特别通缉令 你查自己说 白的呢 就是政府发出的公开的通缉令 黑的呢 就是我们保回的嘛 哦 小点 那好 我要第一时间见到这个人 你一定要找到这个人 对 按说 中了枪伤的人啊 不会难找 尤其是我们帮会的人 一定找得到他 你说啊 这黑白通缉令 谁敢这么大膽子把它藏起来呀 好 有了老魁 我们啊出点赏金 这样呢只要有消息 他们第一时间就会通知我们的 有的 赏金没有问题 劳劳劳劳 建卫了吧 这赏金的啥用你操心吗 老魁 您呢就好好的在这儿待着 一刻也别离开 就在这儿好好的待着 那你车瓦就玩了 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来拖喽 老兄弟 不要客气了 来 喝酒了 来 来 完了 干了 干了 准处 张局 赵恒轩把青莫威武团 一会儿断了 他们恐 ост都抓回来了 听说还发生枪战 过一次 IGHBE 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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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袁警局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你弄这么大动静 我能睡着吗 这件事情 本来像明天一早 向您汇报的 走走走 他们想跑 我没办法 就把他们抓来了 快点 走 起来 快 快走 快走 连将军 连将军我们是冤枉的 我们都带走 快点 我们是冤枉的呀 走 走 我先去忙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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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他从头正碗上开死 就一直是这样 好像似得收仓了 估计是枪上发了言吧 叫两人过 好 老大抬出去 老大 老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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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媽媽 小毛 小毛 媽媽 小小仔子都跟著了 媽媽 老大回去 這兒 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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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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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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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毛 老唐 让他痛苦一生 但是别把他打死了 放心 我有分寸 站长 唐淑斌出现了 昨天在书城的关卡抓到一家人 拦得背后有枪声 就是那个唐连长 人现在在哪儿 关在监狱里 我已经让他们给送过来了 不用送过来 立刻杀了他 站长 已经在路上了 你这样 把他立刻送到这儿来 要快 是 去吧 死了 你来吧 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天啊 来 来 期待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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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s姐 我也不更喽 打了一晚上 �이不辱 老飞啊 饿了吧 来去吃点东西 好吗 找个地方喝点啤酒 这个东西我还是不喜欢 是吧 小叔 有消息 没消息了 走 往后走 跑了 又让他跑了 决定三尺也要把他挖出来 已经安排下全身在水上 抓到他 抓到他就把他杀了 把他杀了 是 他 他还有什么家人吗 把全身全国抓来 是 去 哦 剑一整只等着你呢 走 三周 抢 反来了一会儿 我也是刚接到公知 刚就把这个姓唐给接走啊 我怎么拦都拦不住啊 没 拦拖不晓 那这个人现在弄到什么地方去的 用什么来的 我可以打听打 应该能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那个女的就是那个姓唐的老婆 那个小孩呀 是她闺女 对了 她还有个儿子 在那边牢房关着的 原来那个姓唐的呀 也在那边 杰逸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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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看三叔 三叔 报告警长 刚接到电话 姓唐跑了 杰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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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怎么回事 慢慢说 这 这电话里也没说清楚 只是说跳车跑了 好 这样 长官 他们几个 能不能先放的话 放 放 放了 东东的我进 想想给你翻 您都开口了 那还有问题吗 再说了 这女人跟小孩能有什么事啊 明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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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将军 快快快 几个儿请 听说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啊 国共合作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敢怠慢啊 礼拜请 行 这是军事委员会给你们的材料 裁军的计划 看来又得讨价还价了 这国民党的编制到底是多少 这个情况我们能知道吗 具体的数字谁也不清楚 全国二百万伪军的整编 就是一本乱章 军政部吧 军政部能清楚一点 喝水 谢谢 梁同将军是不是在负责这件事 按理说 他是应该比较清楚的 但是他在上海陷入了一个大麻烦 上海的情况你知道什么内幕吗 那么大一艘印定船不见了 委员长没有发过一次火 也没有亲口说过一句严查的话 这事很奇怪啊 委员长的意思是迅速了结 他不想继续深吗 术欲敬而风不止啊 白桶喜拿这事搞陈城 搞军政部 国军的战后住房计划 让贵系吃了不少亏 现在贵系终于抓住把柄了 把事情闹大了 依我看 这案子根本就是个陷阱 是上头的贡谋 那么大一船银子 说丢就丢了 底下的人根本就不敢碰 数额太过巨大 如果真丢了 校长不可能不追查 现在倒好 梁同城替罪羊了 那银定呢 这确实是个谜啊 周福海在上海大权在乌 周福海在上海大权在乌 他不可能不知道 周福海 周福海是接收有工 他跟这船银子有没有关系 我还真没想过 请您这么一说 我觉得有关系 这船银子本来就是 周福海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 按道理说 不可能无缘无故就丢了 校长 何英卿还有周福海 很可能根本就是知道这件事情 周福海这个罕奸叛徒 我们一定要清算他的罪行 我是来跟您道别的 您要去哪儿 我被任命为八十六军的军长 规划了地势战区李品仙 李品仙 这么说是贵系的 乱七八糟的 有贵系的两个团为核心队伍 还有返乡的杂牌军 有整编的伪军 还有原来鲁苏战区的游击队 贵系还派了不少将领 成分很复杂 贵系当然是想要这支军队了 为了军长的人选 贵系的白军军 没少和校长丑 不是你说的人我不同意 就是我说的人你不同意 白军军也敢抗命啊 明面上也不敢 但是底下好多军官都是贵系派的 不服从指挥也不行了 校长不能不考虑 后来就把我推出来了 白军军跟我关系不错 也就没说什么 再说了 山东是个好地方 您知道山东 是共产党主要的抗日根据地 军事委员会鲁苏战区不成气候 而且是东北军的人在干着 烟台和青岛 都是重点要控制的地方 关系到东北的航运线 山东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 贵系做梦都想染指山东了 看来 老家是要染指山东了 山东是我们的重要筹码呀 在国公和谈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委员长给我的任务 就是带领八十六军 进攻林毅 达同金浮县 孟霞 我们已通过情报系统 得知了你的任命 林毅是山东解放区首辅 非常重要 组织上要求你运用你个人的影响 和你手中的权利 尽可能保护山东解放区的安全 绝不能听任蒋介石削弱我的实力 我会尽我所能 好 另外 还要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 你专程去上海 要想方设法为梁同解困 让他尽快从银定船事件抽身出来 梁同是我们党的同志 你是他的老同学 又是蒋介石身边的人 应该是帮得上梁同的 梁同果然是我们的同志 我明白了 绝对他们也帮到国家 你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 他们这些人都获得了新生命 日本不应该是一个武力国家 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应该是武力国家 战争只会给人类带来死亡和灾难 是的 这是他们将面临费学院的国土 失业 平坷 绝恶 将半岁的每年长时间 这是个困难的开始 战后的重建一定是很困难 我们谁都没有办法去逃避 中国被你们蹂躏成这个样子 我们也要去建设 去面临 这万一的 亚洲 应该是一个和平繁荣的亚洲 有些人 总是看不清事实了 还纠缠在过去 也有一些人抱着侥幸的心理 还做着大日本帝国的美貌 施政信 我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人 是 盟军在东京来了消息 说日本的秩序 公庸人亲王失踪了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船当时是在 电队的机会下 开往公海的 下一个目的地 我们还没有祸的 就被抓了 但是问您定运到哪儿去 你从未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这件事情 你还要跟我仔细说 你想跑也跑不了了 你的老婆孩子 都在他们手里 你说该怎么办吧 我知道的事情 都已经说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逃跑 和堂主真的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啊 我估计堂主也是害怕 他牵扯到这件事情里头来 所以他也想跑 谁知道 早就被人给盯上了 这么说 青帮威武堂 这次冤了 被一锅端了 谁和这些事情 扯上关系 谁都倒霉 这 这来头不小啊 青帮威武堂 怎么说也在上海混这么久了 说端就端了 谁干的呀 谁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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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是谁 我看见了 那天威武堂传来枪声 我立马就过去了 我家离威武堂才几步远 可我到了那里 枪声已经停了 我可以肯定 就是那个和梁将军在一起 让我们带着去挖尸体的 那个长官 对对对 是梁将军带来的人 那天我们 去威武堂见堂主 梁将军跟手下 正好从威武堂出来 还跟我问了情况 然后叫一个姓赵的特派员 和我们一起去看 埋尸体的地方 对 叫赵恒轩 对了 就是他 还和我们每个人问了话 重庆国民政府 接收特派员 叫赵恒轩 对对 就是这个人 带人端了威武堂 就是他有杀人灭口 就是他 就是这个赵恒轩 杀人灭口 欢迎光临 周公 你等我一下 好 来 西餐厅在什么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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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好 谢谢 刘虎 和我 西餐厅在那边 这次多亏你呦 谢谢 谢谢 来喽 来喽 这应该就是小秀吧 对 小秀啊 都长成大姑娘了 好好好 闺女 你还不晓得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三叔 三叔好 小秀啊 这次啊 三叔带你在上海滩 好好地玩玩 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出来 对 闺女你还不晓得啊 你刚出生的时候 他喊着喊着 要当你的干爹 这一次 让他好好进去医务 这一位 您还记得吧 大叔 我们见过 您想不起来了 我那时候啊 还是魁叔手下的 一个小牌上 您倒是没变 越来越年轻 想不起来了吗 害不服老 小童子 小童子 对 早说小童子 我就想起来了嘛 我们跑给兄弟 教授了梁先生的儿子 对吧 没错 你好 你好 后来听说你去了日本 就真也没见过你了 是啊 好多年没见了 咱们做说话 坐坐坐 好 来 坐坐坐坐 小童子 这个呢 是要给你的 把少海探案 以后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困难 找三叔 我一定帮你解决 看后面 有详细力 人找到了 我等你三叔 把唐连党的唐K 和娃儿都保出来 你放哪 谁让你放哪 这监狱人满没换呢 这天天都要吃饭 再说了 这女人跟孩子 能有什么罪啊 谁让你放哪 我们这样就抢劫了一步 我提前 我提前 赶到了唐叔兵的家 果然这个刮瓦子 就躲在里面 我和你三叔 就把它弄了出来 藏到了一个火烤的地方 好 秀伯啊 这家 可是上海滩 最有名的奇包店 你好好瞧瞧 好 真好看 怎么样 秀姑 好看吗 嗯 真好看 带这位小姐去十一间 小姐 这边请 去吧 去吧 老魁啊 这个姓瑜的 他不是军统的人吗 糟狠 玄丽森 这小童子 唱的是哪出戏啊 我也不晓得你 你 家军 家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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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跟着赵和轩来换银定的那个人 你 梁将军 这事我不能说啊 说罗赫就回不去了 将军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辜负了您对我的信任 我也知道他们栽赃陷害你 但这事我是看在眼里 却不能说 这算银定去哪儿了 你参与这算银定了 我是真不知道银定去哪儿了 将军 我以我太师傅 陈子正能在天之灵发誓 我是真不知道银定去哪儿了 赵恒轩指挥把银定换成了石头 之后他们的军舰就开走了 我是不能过问的 后来赵恒轩就安排我协助您调查办案 对了 还有杀人命后的事我真的不知道 转移银定嫁唤于人这是死罪 梁将军 我和您是两个系统的人 我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 是上级的命令重要还是国家的利益重要 上级的命令就是国家利益 我们一直这么认为 现在这串银定很明显是让人给私吞了 这是国家利益吗 鱼手人 你太糊涂了 是治你的罪还是戴罪立功 你自己选择吧 梁将军 我鱼手人 杭叔都是死 你好好想想吧 唐太太和他的孩子就是这个三叔给保出来的 周英葵 又是这个周英葵在后边捣鬼 周英葵和他女儿昨天就到上海了 一直和这个三叔混在一块儿 你把他们去过的所有的地方都给我盯住我 是 走 我们去会会这个三叔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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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着 赵站长 久仰 久仰 你好 赵站长 又见到你喽 周将军 赵站长 你好 你好 琢磨 你们今天是不是去监狱了 对头 就差一步 就差一步啊 二十分钟 让台南站给跑喽 是梁将军让你们去的吗 我这次来 本来是陪秀姑到南京买房子里 来了就交给我这么一个任务 多亏我兄弟帮忙啊 这不好 忙也没帮上嘛 不过好在 唐太太和她的孩子 都在我们手上 这唐连长 她早晚会露面 我还就不相信 唐连长能不管自己的老婆孩子 别瞧 唐太太在这儿 在这里 我能见见唐太太吗 当然能见 那 来 帮你带上 来 坐吧 走走走走 走 你们先下去 是 来 走 走 走走走 赵站 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说南京阳老师家房子的事儿 你看看大概需要多少费用 我都准备好了 不过以后 那 您让我们再说 我们听些什么的事儿 唐太太 唐连长是什么时候走的 早上一走就被他走了 你告诉我 他现在人在哪儿 几点 八点多一点 我再问你一遍 唐连长现在到底在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 他一带走我就再也没见到他 没事了 下去吧 三叔 您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 现在什么房子值得投资 您最清楚 好 赵战长如果有这方面的意思 我可以好好地帮你找几处 一定服务周到 好 九伯小姐 南京杨老师家的房子 是政府收回来的 不需要用钱 这个您拿着 看看这些钱 能投资什么样的房子 赵战长 赵战长 把这个交给我 那您就放心呗 秀夫小姐 您买房子的事三叔给您办 南京杨老师家的房子 是合法收回 我们不能收费 周将军 好 我们喝一杯吧 好 忘了 忘记了 伍孟祥暗地已带来组织上 对银定川案件的指示 梁同心里踏实多了 他们决定一起打破 鱼首人的心理防线 委员长派我直接过问银定川一案 此案已定性为 特大贪污占有国家资产案件 是个人犯罪 我没有严惩 是团队主谋 我没有一锅端 李小人 我一句废话也不想跟你多讲 你在行动内这么长时间 这样的情形应该见得多了 梁将军已经替你说了情 从现在开始 梁将军是你的唯一上司 直到银定案结束 是 我们会根据你的表现 给你最后的安排 谢谢将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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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了女婿 把十六局 安在安排运送到请到 怎么样 厉害吧 一口子山东话 不但是中国通 还是山东通啊 按时那里都通 我长见识了 我这次来就是想了解 一些山东的情况 好 进 八十六军到山东 是太极势口 山东已经被共产党 完全控制了 山东 眼台 尾嗨 魅军的军舰 被共产党拒绝等 共产党的部队 从嗨上 已至在亡撂难运兵 全部都是东北军九部 魅军的军舰 只有控制了 山东到东北的嗨运 才能切断共产党的 嗨上运输线 这次我们八十六军的 主要任务就是 达东进府线 控制山东的局势 切断共产党 进军东北的路线 燕安 挑选 进军东北的部队 都是怨东北军 按那铁啊 山东更不好争吧 吴蒙强将军 现在就看你的八十六军了 光八十六军恐怕不行啊 这场仗 会越打越大的 马克中枪 海域和空运 还希望你能加大您数量 安慧尽力的 安心安排 把你们八十六军 送去请到 谢谢 总统马克 我们需要帮助 请过来 对不起 你们八十六军组建刚刚完成 这担子不轻啊 从共产党嘴里掏肉吃 能轻松吗 山东可是共产党的老根据地 童子 银定传的这个案子 如果再出现什么差池 那我想帮都帮不了你了 现在是要做掉你的意思 不可大意啊 我现在啊 正通各个方面 收集证据 倒是有一个认证 认证不行 政策还会变的 如果银定回不来 那继承事实才是最重要的 军政部已经被继承事实了 那就需要 另一种继承事实 梁统的直觉告诉他 吴梦祥不仅是同学 还有更深一层的关系 行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我送我送你 马克中校 拜托了 去吧 怎么是这儿 要不是这个 俄罗斯牛做的地方吗 以后